塞古鲁谈人类只有一种灾难 那就是无知 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自然灾难 这是业力吗 塞古鲁说 什么是灾难 当事情造成某种程度的痛苦和磨难 并且大规模地干扰了生活 这就叫灾难 2004年海啸发生时 医学是最早做出反应的机构之一 差不多26小时之内 我们的医疗卡车就到现场了 我们是第一批带着疫苗等医疗援助 以及食品医务到现场的救援队伍 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 对我来说 那不叫做灾难 对我来说 那些上万的死者的家人们 他们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家园 原本该坐在舒适的家中 现在却坐在街边 那才是灾难 人类的痛苦是灾难 我不认为死亡是灾难 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 被视为自然灾难的地震 火山爆发 海啸 这些同样也是在这个星球上 一直发生着的自然过程 这些自然现象 突然间变成了灾难 只是因为人类处处都在挡到 没有留出余地 给地球母亲去伸展她自己 如果地球伸展了一下她自己 我们称之为地震 如果它放出热空气 我们叫它火山爆发 如果一个大浪来到 我们称之为海啸 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自然中的奇观 它们属于地球 作为一个星球 在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当地球重组 进化自己 进入新的阶段时 就会发生 只是因为这个星球上 人口过多 才使得我们认为 它们是灾难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人口超量的程度 20世纪初 我们仅有16亿人口 今天 我们有72亿人口 到2050年 我们预计会有96亿人口 这叫做灾难 人口不是上帝给的 是我们生产的 这一点我们最好承认 所以当灾难发生时 我们不要抬头看天 我们必须看向自己 我们对这个世界 正在做些什么 尤其是对我们自己 做了些什么 人类的无知 人类无法理解生命 生命的可能性 局限 和终极本质 这种无知 是最大的灾难 只有一种灾难 那就是无知 只有一种解决之道 那就是了物 这唯一的解决之道 是去探寻和了解 生命的本质 而除了通过他自己 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让一个人了知生命 被称为自我认知的东西 不是人们要到 喜马拉雅山洞去寻求的 如果你想成功地 把握人生 那么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他 你对他了解越透彻 你就越难把握他 如果你对于 这个生命的起源 到终结 都完全彻底地了解 你的生命 就不会有灾难 你将优雅地经历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和每一个历程 都会变得到 你不能动 有关于 人生的每一人 都会变得到 你能够 你不得 你不得 你不得